欢迎来到风林漫谈 这里是思想教会的港湾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 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 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 凭什么让人尊重大学教授 在全球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 大学教授所获得的尊重 有着明显的差异 我们将深入了解 为何在德国 大学教授能够享受到 普遍而深厚的尊敬 相较之下 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 有什么不同 十多年前 加拿大一位华裔教授 名叫姬绍成 在第一财经日报上 发表了一篇 引发广泛讨论的文章 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凭什么让人尊重大学教授 这位加拿大华裔教授 曾于1998年 作为红宝学者 在德国一个国家研究所 度过一年的教授学术假 德国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名字之前写上 Her Professor Doctor 翻译成中文 就是某某某博士 教授 先生 每次旅行 实验室秘书给他买好飞机票和火车票 票上他的名字之前 也一名博士 教授 先生 Her Professor Doctor 如此不厌其烦标名头衔 正是德国人对大学教授表示尊敬的体现 使用欧元之前 德国钱币马克上印着德国历史上著名科学家 而不是政治家的头像 在德国大小城市中 用科学家 文学家 哲学家 音乐家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公园 比比皆是 德国前总理科尔说过 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 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 银行家和内阁部长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 一个来自长把教授错写成教授 集会教的野兽的中国人 很难想象出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程度 在北美 虽然不会在飞机票 或车票上一名博士 教授 先生 但至少也不至于把教授错写成教授 政府和社会对大学教授也是非常尊敬的 例如 大学教授有公正权 基教授在加拿大 就为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公正过他们的学习材料 德国人为何对大学教授如此尊重和尊敬 基教授认为这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教授们用他们的实际业绩赢得了民众的尊重和尊敬 二是民众从教授们创造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成果中享受到实际的利益 德国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科学家 他们的名字各个如雷挂耳 例如发现了电阻中电流与电压之间正比关系的欧姆 人们称之为欧姆定律 为了纪念它 学术界把电阻值的计量单位定义为欧姆 发现亥姆霍兹方程和发明亥姆霍兹线圈的赫尔姆霍茨 提出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克劳修斯 发现X设线的伦琴 发明柴油机的迪萨尔 发明平炉炼钢的西门子 热力学与现代物理学大师马克斯·普朗克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最伟大的量子力学大师马克斯·波恩和维尔纳·海森堡等 都是德国人 德国还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数学家 例如数学王子 近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高斯 微积分创始人莱布尼茨 哥德巴赫猜想的提出者哥德巴赫 椭圆函数创造人之一雅可比 能吸数论的创始人迪利克雷 黎曼几何的创始人黎曼 以及数学巨人希尔伯特等 德国也有过许多伟大天文学家 如天体力学的奠基人 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开普勒 他生于1571年 死于1630年 太阳系成因的星云假说的提出者 哲学家康德 现代理论天体物理学之父 史瓦西等 德国还是世界化学王国 先后拥有一大批伟大的化学家 如经典化学大师 大学化学实验室先驱李比锡 光化学巨匠本生 生理化学先驱科塞尔 德国在生物学方面 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他诞生了一系列杰出的生物学家 如汉斯 德列奇 汉斯 斯派曼 比较胚胎学之父辈生 细胞学说创始人之一失望 细胞病理学之父 威尔和细菌学奠基人之一 科赫 德国拥有几乎所有世界最重要的地理学家 如近代自然地理学气候学 职务地理学之父 亚历山大 红宝 他生于1769年 死于1859年 著名的红宝研究基金 就是用他名字命名的 矿物学之父 乔基斯 阿格里科拉 他生于1494年 死于1555年 大陆飘移假说的创立者 魏格纳 生于1880年 死于1930年 以及政治地理学大师 卡尔 豪斯梦菲尔 德国更是伟大哲学家的故乡 例如 伊曼努尔 康德 生于1724年 死于1804 他是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 并开启了维新主义和义务主义等诸多流派 约翰 哥特利布 费西特 生于1762年 死于1814年 他也是维新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在主观性和意识的哲学思考方面贡献很大 格奥尔格 威廉 弗里德里西 黑格尔 生于1770年 死于1831年 曾任柏林大学校长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标志着19世纪德国维新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 对后世哲学流派 如存在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法西斯主义 以及历史虚无主义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哲学家阿图尔 舒本华 生于1788年 死于1860年 他是唯意志论主义的开创者 其思想对近代的学术界 文化界影响极为深远 他对心灵屈从于人体器官 欲望和冲动的压抑 扭曲的理解 启发了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 哲学家弗里德·里希 威廉·尼采 生于1844年 死于1900年 他的哲学思想 对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的哲学思想家 有着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对存在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 欧陆哲学流派 我们中国人最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也是德国人 他们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 但在德国 他们不会比下列哲学家更有名 例如谢林、费尔巴哈、赫曼、可亨、保尔、纳托尔普、恩斯特、卡西尔、威廉、文德尔班、鲁道夫、卡尔纳普等等 卡尔纳普是20世纪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 胡塞尔是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 马兵、海德格尔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 德国还有世界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如精神分析法的创建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他生于1856年 死于1939年 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威廉、冯特 生于1832年 死于1920年 人格心理学大家凯伦霍尼 格士塔、学派鼻祖维特莫、考夫卡、科勒和勒温 以及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德国也有一大批文学巨匠 例如大诗人歌德、戏剧家席乐、浪漫主义诗人海涅、童话大王格林兄弟 他们是哥哥雅可布、格林和弟弟威廉、格林 以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西·曼 德国还是世界著名的音乐王国 世界音乐发展史上好几个代表人物都是德国人 例如古典音乐大师巴赫、格罗克、海顿、华格纳 就拿莫扎特来说吧 只活35岁 短暂的一生竟留下作品625部之多 其中奏鸣曲77首、交响曲52首、四重奏29首、钢琴、提琴协奏曲51首、歌剧22出、其他的96首等 贝多芬同样是德国人 德国出现了光照世界的大画家如丢勒和赫尔拜 从1864年到1869年 世界生理学的100项重大发现 德意志民族占其中89项 1855年到1870年 德意志民族取得136项电学、光学、热力学的重大发明 英法两国合计才为91项 到1869年止 德意志民族取得了33项医学发明 英法两国合计29项 德国柏林市的红宝大学1945年前 叫柏林大学 一个学校就有57位诺贝尔奖得主 可是一个人口众多 高呼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许多年的中国 至今只有二位诺贝尔奖得主 一位是医学奖获得者屠悠悠 另一位是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德国的大学教授为世界文明 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怎能不被他们的国人尊重和尊敬呢 有学者认为 德国之所以在学术和思想界名人辈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德国很早就建立了完善的大学教育系统 早在200多年前的19世纪初 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 封洪宝便立行教育改革 后来德国人称他为德国现代教育之父 洪宝按培斯泰洛奇的自然本性 发展个人的才智和天赋的教育思想 改组普鲁士公立学校 培斯泰洛奇曾著两部重要的书 一本是论国民教育和工业 另一部是论基础教育 洪宝把柏林大学建成科研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大学 使之成为各德国大学校法的榜样 洪宝从大学是从事纯科学的机构 这一核心观念出发 认为大学的组织原则应建立在纯科学的观念之上 大学的研究并非对实用的专门性科学知识的研究 他认为以实用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技术教育 都是片面的畸形的教育 与人格发展并无多大弊异 只有那些纯粹科学才能使人心智得到完整的训练 才能教会人们去进行自动的创造性的思考 去进行符合道德原则的行动 根据洪宝的理念 大学的基本特征就是两个 即独立和自由 大学全部工作围绕着两个基本特征进行 大学的独立意味着不畏政治 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 一定与政治和经济保持距离 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 在洪宝看来 自由与独立是相互关联 相互依存的 没有独立就没有自由 应用洪宝的教育理念 德国的大学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英才 十九世纪初 普鲁士惨败于拿破仑的法国 虽然当时普鲁士正在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 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 依然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 下决心要办好教育 柏林大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了 威廉三世不仅把豪华的王宫捐献出来 作为柏林大学的校舍 而且每年还为柏林大学拨款十五万塔勒 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 而在教育大臣威廉 逢洪宝卫学校做的经费预算中 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用作基建费用 较多的经费则用于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一流教授 在洪宝大学的办学经费预算中 比人员工资预算还要多出一倍的 使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预算 教育部长威廉逢洪宝明确提出 政府必须对教学活动给予物质支持 但政府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 大学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 而不是职业或技术培训中心 更不是卖文凭的机构为科学而工作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风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清华大学校长梅宜齐先生也说过 大学非大楼之谓也 乃大师之谓也 可惜 1949年之后 人们把这样的理念几乎忘记了 太强调教育服务于政治 柏林大学刚创建时 教授的标准工资是年薪1500塔勒 在当时发达的大城市 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家庭 年生活费仅需150塔勒 一个受过高度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 年生活费约为750塔勒 也就是说 一个柏林大学教授的工资 足够养活十户首艺人家庭 或是两户中产阶级家庭 生活在一个经济收入造原子弹 不如卖茶叶弹 拿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社会里 教授是很难有足够的自尊 和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尊敬的 德国大学的教授名额有限 一个系的每个专业 一般只有一个教授 是教研室当然的主任 等级制度非常严格 教研室内其他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 如果不换大学去竞争教授位子 一辈子也不可能在原单位当上教授 所以也就不会有中国那种所谓的教授及工程师 中国大学教授太多太懒 一个教研室往往有二十几个教授 有的正教授甚至都没有发表过什么有国际影响的论文 2010年前在国外找不到助理教授位子的博士后 往往一回国就成为教授 于是就以为和国外教授对等了 其实不然 所以中国存有严重的职称泡沫 更奇怪的是个别人靠一篇两三页纸的那只论文 做了中国院士 之后还做了省科学主席 可是欧美学者却重复不了他那篇论文里面的实验数据 这样的人在欧美大学要被开除的 可是在中国他却如鱼得水 过得滋润的很 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 冯 红宝 当年没有采用当今中国流行的 招聘大学院长的鄙视家口试或人机对话的选材方法 自作主张的就直接聘请了呼吁推行全民教育的学者费希特 出任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于是之后 这个大学的讲台上就出现了黑格尔 舒本华 普朗克 爱因斯坦 看到这里 我们对德国人为何这么尊重和尊敬大学教授 就不足为怪了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 对自己大学的教授尊重和尊敬呢 我们中国大学的教授中没有出现来布尼茨 爱因斯坦 普朗克 波恩和海森保格等科学和思想大师 没有发明汽车 火车 轮船 飞机 照相机 计算机 手机等 也没有发现电 微积分和相对论 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器 交通和通讯 都是西方科学家原创的成果 中国大学的教授 对这些重要的人类文明 几乎毫无贡献 这里既有关键的体制问题 当然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 如果教授中有人耐不住寂寞 热衷吹牛拍马 投机钻营 溜须拍马 混迹于世俗与官场 或烂于充数 剽窃国内或国外的论文 制造垃圾论文 重复申请科研经费 或在酒桌 歌厅 麻将桌上花时间 这类人注定在科学上没有创新 如果连抄袭 剽窃 弄虚作假都没有人管 这种氛围中 有怎会出得了真正的成果 自身不争气 就怪不得民众不尊重 和不尊敬了 所以 中国大学真应该好好学学 红宝提倡的自由与独立 感谢您观看本期风林漫谈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并开启通知 支持我们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